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生命支援 好 接下来让我们的刘章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家庭必备小药箱 有请 说了半天药了 大家家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小箱子 装着自己认为应该家庭必备的药 那么有的朋友就会问我了 说刘大夫呢 我们家里面应该备些什么样的药呢 怎么来选择呢 现在我就来告诉给大家 其实啊 家庭备的药呢 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针对一些常见病 多发一些小的问题 有的说 咱们不一定需要马上去就医 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您家人确实有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 那么针对这些慢性疾病呢 要准备相应的这种药物 首先呢 比方吃一些小的外伤 这个是经常遇到的 所以呢 咱们的家庭药箱里边呢 可以有酒精和点服 其次呢 除了这个消毒防腐的药物以外呢 一些比方说创可贴啊 一些敷料 像这些棉棒啊等等这些啊 都是还有一些纱布绷带等等这些 可以留在您的家庭药箱当中 剩下的药物呢 把它分为几个方面 一个是常见的呼吸系统的问题 比方说咱们平常说的感冒的问题 感冒的药呢 刚才呢 咱们告诉给大家了 您认清其中的这个组成 比方选择服方的这个分麻 美敏 或者选择一些其他的 有这些成分 那么呢 都可以帮助您缓解感冒 抽取一些症状 中药呢 呃比较传统的 比方说像这个感冒 轻尔颗粒 这个药的好处呢 是它的性质呢 既不太凉也不太温 对于您感冒抽起的时候 不太容易判断自己是属于温 还是属于寒的时候 那么这个药呢 相对来说 适用的范围就比较广泛 另外呢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还很容易遇到一些消化系统的问题 表现为消化不良啊 或者是表现为胃痛啊 或者是出泻 或者是便秘 常见的问题呢 就是这四大类 那么我分别告诉给大家 比方说您出现了这种消化不良 需要增加这个胃肠动力 有很多促进胃肠动力的药 咱们都知道是不是 但是这一类的药物呢 呃 有的时候呢 有些容易造成 比方追体歪息反应等等 一些副作用 所以呢 在用的时候呢 也要小心啊 不要因为自己老觉得浮胀 就一味的去用它 首先应该判明这个浮胀的原因 另外呢 要适可而止的使用 那么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一点的 咱们可以选择一种中程药 比方说 加胃饱和丸 啊 这个药呢 是重要的成分 啊 是OTC的 大家看到 是不是 可以自己买来用 那么对于一般的这个 啊 脾胃机制的这种消化不良的症状 比如说 腹胀啊 比如说胃胀啊 觉得有点 呃 食欲不振了 有点恶心啊 想吐啊 等等这些 轻微的时候 都可以选择这个药来使用 啊 比如咱们常用的这个蒙托石呢 是一种止蟹的药 它具有吸附的作用 所以说呢 一般性的这种腹泻的时候 那咱们可以考虑啊 用一点这个蒙托石散来帮助止蟹 但是因为它具有吸附的作用 所以呢 咱们不要和其他药一起来使用 啊 如果出现了这个便秘的情况 突发的这种情况 比方说尤其是一些 本身有这个心脑嗅管疾病的人 那么长时间的便秘 或者是严重的便秘呢 对他来说呢 可能会增加 突发的心脑嗅管事件的这种风险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可以选择开塞路 啊 来帮他临时的缓解便秘 那么之后呢 还要系统的来给他治疗 呃 另外呢 就是一些解热阵痛药 咱们可以选择 刚才咱们提到的 包括对以前氨基酸 还有阿斯匹林 阿斯匹林呢 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抑制血栓形成的药物 那么中老年人呢 有的时候为了预防的话呢 如果没有这个明显的出血的问题 没有胃溃疡的问题 那么每天100毫克呢 是咱们医师啊 普遍的一个推荐的一个用量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比如说烫伤药啊 一些口服补叶盐 小孩子补屑的时候 把它融化了以后 然后按照比例去稀释 给小孩子补叶 防止它脱水 这个也是很有益处的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根据您家里面 自己的实际情况 根据爸爸妈妈的具体的身体状况 为他们准备一个富有 孝心和爱心的这个小药箱 来为他们的身体健康 保驾护航 谢谢刘赵老师 谢谢刘赵老师 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不仅要学会买对药 吃对药 其实我们的终极目标 就是根本用不着吃药 身体的味儿棒 对的 这个咱们这个东北二人专业演员 有个笑话 就是说你有病啊 你说你有药啊 我跟你讲 以后他再这么问你 你说我有药 而且还会吃药 而且不会让你吃醋 因为我看过健康道